兩敗俱傷 這句成語的來歷 話說在戰國時 齊國和楚國 都想找機會消滅魏國 但是齊宣王 就不知道情勢危急 還想和魏國打仗 有個叫純淤的人知道了 就和齊宣王說了一個故事 以前有一隻獵狗叫阿盧 人人都說他是天底下最厲害的獵狗 有一次有隻獵狗就問他 阿盧,人人都說你跑得快 那你可不可以捉到那隻叫阿東的兔子 他是世界上最狡猾的兔子 獵狗阿盧就說 我是天下第一飛無腿 最有名的獵狗 甚麼天下第一狡兔 我完全不把他放在眼內 捉不到他 我就不叫阿盧 阿盧 終於有一天,機會來了 獵狗阿盧就真的遇見兔子阿東 於是就馬上去追 阿盧拿磚頭鼓鼓滑滑地叫 走得快 好世界 你捉我不到 你捉我不到 阿盧就生氣了 他們在森林裡 有一隻拼命地走 有一隻在後面拼命地追 阿盧又真是挺狡猾的 一時躲一時躲 阿盧怎麼追都追不到 阿盧就越來越得意 對著阿盧大聲喊 追得到 給錢你買紅糟 阿盧越聽越露 出力拼命地追 終於他們由天光追到天下 兩個都累到筋皮力揭 全部都塌在山腳下 死了 這個時候 剛好就有個農夫經過 不費吹灰之力 將他們兩個一齊斥起 開心地說 嘩,真是幸運 今晚有野美食了 純於說完這個故事 給齊孫王聽之後 就說了 我們現在如果和魏國打仗 就好像阿盧和阿兔一樣 最終只會是勞民相財 兩敗俱傷 真是不值得的 齊孫王聽了 覺得很有道理 於是就沒有出兵了 小朋友 你一定都聽了 兩敗俱傷這句成語 講的是什麼道理 他就是形容雙方的爭鬥 到最後大家都有損失 所以說 行軍打仗 就一定要講求戰略 搞清楚 敵我雙方的實力 有把握 做好準備 才好出兵 如果不是 實打敗仗 而我們平時 也都要學習 以和為貴 不要做些沒意義的事情 最終搞到兩敗俱傷 那就真是傻了 你說是吧?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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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